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只要按赞就可以了 赞的数量越高 它越会跑到这个荧幕的右上角 那有一些就是临时动议了 就是追问啊等等 就会跑到这个荧幕的右下角 那有时候右下角会自己跟自己聊起来 那就是正常能量释放 大家不要去大惊小怪 那现在如果已经有人连得上的话呢 也可以试试看就是打个招呼啊等等 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系统是运作顺利的 那我刚刚看到有不止一个无线麦克风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说 这个留言不过瘾啊等等的话 那都这个非常欢迎大家 所以我们来示范一下 好比说目前最上面是说 我穿外套会不会热啊 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 但是这个外套其实蛮薄的 这个跟那个外套是不一样的 那个外套是非常厚的一个版本 但是这个那一套只有一件 那是展示用的 我拍完照就还给他们了 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西山型旅途 所以我后来就买了这个教练夹克 那它非常的就是通风而且也很薄 所以是没有热的问题 我很谢谢这位朋友关心我的健康 那OK 那所以大概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就会不断地把最上面这个highlight起来 然后呢进行回答 那我们的时间应该是到六点半 是不是 差不多六点半吗 对吗 到六点半 那所以就是有大概就是一个小时 有二十分钟的时间 那这个一个小时二十分钟时间 如果大家问的问题 这就是我回答不完的话 那就先跟大家说抱歉 但是我都会看过 那如果一小时二十分钟还没有到 就已经没有问题 也没有人要举手发问 的话我们就会提早结束 不过从来没有提早结束过了 这一次大概也不会提早结束 好 那我们就开始咯 有四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这个你知道桌上的是什么茶吗 它是一个老寄安的这样子一个茶 它叫做Huling Herber 是1972年开始的一个品牌 然后呢看起来是非常古色古香 就是具有这边的地方特色的这个 不过呢佩颖要问我这个问题 想必就是要我喝给大家看的意思 这个我们现在做直播 就是业佩的那个段落 我们都是非常的敏感的 所以现在就要喝一下给大家看 这个层次非常多啊 有点像是喝那种烘焙的咖啡一样 就是先是一种甘甜 对 然后接下来是稍微有一点点苦味 那对那个苦味马上又化开 然后变成是清草茶那种芳香的那种味道 尾韵大概有两三个不同的层次 非常棒 非常非常推荐大家 那所以现在我就开始知道 这个桌上是什么茶了 也欢迎大家告诉大家 那有一个朋友追问 说听众也想喝 那就请问一下这个听众 如果想喝的话要去哪里订购 有什么电商平台啊 什么之类 OK 这个议员马上服务 这样非常棒果然是这个这个 这个以我陪你这个 所谓主要的诉求 就是大家只要需要就马上提供 好 那有四位朋友们说 这个这个口罩相当的炫耗 确实这个是最近在媒体上面 常常出现的口罩 今天中午去外交部的时候发的 那其实这个其实蛮有象征意义 因为我们就是在制装这个口罩的同时 然后说我们这边就是24小时可以生产口罩嘛 包含甚至N95等级都可以的 所谓口罩国家队的这个工厂 我们其实不是只是捐口罩送口罩出去 我们是把这个蓝图都无偿的分享给他们 所以他们就可以在当地不用说一般一般飞机 在口罩过去 而是用当地的那个材料 就可以不断的生产出这个口罩 因为捷克其实全欧洲 第一个就是从全民没有戴口罩习惯 然后变成由上而下 就来台湾的这帮人通通都戴上了口罩之外 甚至还拍影片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就是戴口罩啊等等 那所以呢 这个他们一下子就到四分之三的人 有戴口罩的这样子一个新的习惯 那我们都知道说 按照就是防疫医师们 他们的那个模拟啊 只要任何社会有四分之三的人戴口罩 那就好像大家都接种了 这个物理的疫苗一样 不管病毒再怎么突变 它都不会变成大流行 那所以我想捷克在这一点上 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所以我想我们台湾的这一个 台湾Can't Help的讯息 接下来可能就是从捷克 然后他们自己用的多的口罩 然后再去辐射到欧洲的其他地方 那这个Made in Taiwan 就不是只是产品Made in Taiwan 是这个process 就是这个制造的过程 这个innovation中间这个分 就是去说服大家说 我们不要去分说到底是就是N95口罩 医疗口罩还是什么口罩 只要所有人戴上口罩 都是在告诉旁边的人说 你戴的口罩就是提醒自己 没有洗过的时候 不要碰自己的脸 等等的这样子一种想法 那这个我想捷克会是我们台湾的 就是Made in Taiwan这个process 非常好的一个伙伴 所以这个口罩炫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在台湾已经 大家都知道嘛 有人有什么搜集什么彩虹 各种颜色的口罩啊 这个这个报纹啊 还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它变成一个fashion item 变成一个我们表现自己的 一个新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其实就是接下来 我们也很希望说 可以跟捷克一起去推向全世界 因为如果大家四分之三 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 都戴上口罩的话 那不管现在这个病毒就是SARS 2.0 就算未来SARS 2.1 2.2 它去突变2.3β板 3.0啊等等 它反正还是呼吸到传染的 这样子一个疾病嘛 所以就不管是流感啊 肠病毒啊什么之类 只要四分之三的人戴上口罩 大概就可以就是免于这样子的一些 就是心理的焦虑啊 等等这样的情况 有八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想请教我的教育的哲学啊 以及教育的理念是什么啊 那其实我想世信阳才 就是刚才提到这个世信阳才 我们把这两个就是概念稍微拆开来 所谓适性的意思是说 适合这个学生自己的性格 那我们在生理国家新课堂里面的讲法 叫做一生一课表 每个学生有他自己的一个课表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是觉得说 你到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有选修的这样子的制度 现在不只是在高中就有选修制度 事实上在国小和生活课程等等 它其实也是以选修的这个概念在经营 也就是说不是老师告诉学生说 他要对我们以前就是我小的时候 小学年纪的时候可能美劳啊 还是什么音乐啊 还是什么之类 就是哪些东西是有兴趣的是 全班一起嘛 要吹直笛就全班一起吹直笛 那现在呢在新课堂的想法里面 是这个学生自己先去找说 他关心的是什么 他想要解决的他自己的问题 推广到社会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等等是什么 什么东西引发他的好奇心 然后这个学校再提供他来满足他的好奇心的资源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他就不会跟别人比较 当大家都吹直笛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比较会走音 另外一个人比较不会走音 另外一个就是只是做出吹的动作 但是并没有真的在吹出声音 这叫烂鱼冲术 那等等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很容易变成说 人有就是各种各样子的兴趣 各种各样的才能 但是当大家都在吹直笛的时候 好像就所有人都压平到一条轨道上面 马上就会分出一二三四名 那这个一二三四名 这样子一个线性的 把人跟人之间相互比较的 基本上就是除了第一名之外 其他人都会觉得自己是 现在叫做什么鲁蛇嘛 对不对 就是说觉得说好像没有到最好 但是呢 当我们是用视性杨才 视性的这个观点 就是你自己挑选 你喜欢的创作的方式的话 那你一转身 你就赢在起跑点上 为什么因为你这一班 没有别人跑这个方向 所以你往这边跑 你就第一名 没有人跟你跑同一个方向 但是你在这边之后 你就会碰到其他 跟你关心同样的一个议题 或者是用同样的媒材创作的人 他绝对不是你这个班 其他的同学 他可能是别的班级的 别的学校的 跟你年纪不一样的 文化不一样的 说不定是六七十岁 那你才六七岁 等等的这些朋友 就可以变成什么 忘年之交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是先有这个自发的方向 然后透过刚刚讲的 跨领域 跨世代 跨文化的互动 然后呢 最后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 就是对他好 对你也好 所谓共好 这样子的一个价值 所以这是世性的这一部分 那洋才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说 好像像以前是 你读完国民教育之后 就一定要升大学 大部分人脑里会有这个想法 然后升上大学之后呢 所谓的出社会 出社会之后呢 就跟学校大概没什么关系了 可能最后有些人会 回去念一个MBA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就是跟学校的关系 大概缘分啊 就到这边了 那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是在这个新的时代 其实是不是很管用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做新课纲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没有人能够预测 12年之后的世界是怎么样 12年之后 我们本来觉得很重要的学门 说不定它完全被机器人 自动化掉了 我们12年之后 这个我们在现在 没有办法想象的东西 说不定这些新的工作 就出现了 那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养成 大家终身学习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就是随时 不管你在任何时候 想要学什么东西 你都了解到说 整个学校系统 是你的朋友 是你的资源 就像我当时14岁辍学之后 我15岁16岁 辍学并不是说 我就不去学校 而是我就不需要学位了 那从不需要学位之后 我就很自由 我就跑去大学旁听 那大学旁听的时候呢 老师都非常喜欢我 因为我是喜欢他的 这个研究的题目嘛 所以他是很热忱的 甚至有些像一些哲学教授啊 像我记得当时 正大一个哲学教授 叫Tim Lane 兰庭啊 他是研究就是认知科学的 那这个呢 他就每个礼拜 就真的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给我 叫做他的office hour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去跟他 天南地北地去闲聊 然后去从他的这个哲学的角度 去看我现在正在学习的这个路径 这也说了什么 后来当了政委之后 就把礼拜三都空出来 任何人都可以到我的办公室 就是原来6399号 社会重新时间中心 来就是跟我有一个office hour 就是觉得说 我当时就是在 这么多贵人的帮助之下 然后才能够去确立自己的这个学习路径 那所以我就不会特别去分数 你是所谓的青年创业 其实我们现在就把 青创基地都改名叫新创基地嘛 青创元梦 改名叫新创元梦 青创总会 那个不是我们的 但是他们后来也改名叫新创总会 意思就是说 就不管你是可能60岁 70岁 80岁 那只要你愿意 想要新的点子 然后跟年轻人一起来做些什么 这个团体 只要是五年之内的 那都当作新创 但这个新创的团体里面的人 它可以有从8岁到80岁 其实完全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就是阳才的部分 就是终身学习 任何时候 你只要想要表现出你的才能 那整个教育体系都是你的伙伴 而不是说 好像你只有18岁以前 国教体系才是你的伙伴 你只有24岁以前 高教体系才是你的伙伴 就不再做这样子的区分 不管是幼教 国教 高教 等等 终身教育 都是以同样的适性阳才 作为大家的这个 学习的一个方向 那这样的话 就不会有世代跟世代之间 好像是这个隔阂一定很大 因为大家一起学些什么的时候 其实就是大家 彼此了解的一个方式 这大概就是我目前的一个 教学的一个理念 那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那请问我对 自主学习的定义是什么 那对我来讲 自主学习 就是自己做 自己学习的主人 那意思就是说 你要学什么 你为什么要学这件事情 等等 都不是靠外在的动机 好比像说 什么是外在的动机呢 刚刚讲说 大家去压在一条跑道上面 然后分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这个就是外在动机嘛 我想要得第一 这个就是外在动机 因为这个是外面给你的 你自己是没有办法给出来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内发的动机 好比像说 像我当时辍学的时候 我在研究的那个主题是 为什么在网路上面 陌生人可以很快彼此信任 然后就开始一起做点事 但是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反而要花很多时间 才能够取得彼此的信任 那这个题目呢 我就是发现 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学门 可以解决这个 当时根本还没有 就是所谓的 就是资讯社会学的这个学门 这个名字才刚出现 那或者是说 当时我需要了解的什么 认知科学啊什么之类 都还没有在做这个题目 所以就好像说 这个天空中 这个一个没有行星的一个地方 我想要往这个方法探索 那我也不管它是 在哪一个星座的范围里面 事实上它旁边 可能有五六个星座 那但是每个星座里面 我就取 它最接近我想要了解的 那个方向的一颗星星 好像组成自己的星座 因为星座本来就是人为的嘛 星座并不是一个 就是星星本身 就是告诉我说 这个我想要当水瓶座 我想要当双子座嘛 它是一个大家命名的 一个方式而已 所以如果是你以自己 想要探索的那个方向 去学到跨学门的各种知识 然后变成自己的星座的话 这个对我来讲 就是自主学习 但是如果是一个 外在的一个结构说 你一定得先学这个 再学这个 再学这个 你要先把半人马座都走完 北斗西星都走完 等等 就是分系分学门 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 那这个结构就是外在的 如果它的动机是外在的 或结构是外在的 对我来讲 那就是还没有进入 自主学习的这个情况 那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可不可以买得到 我今天戴的口罩 这个因为我不是买的 所以这应该是非卖品 才对 外交部好像就只印了 这么一批 然后给我那个 我说那我可不可以 拿一些给我的同事 然后他说 这个我们就只剩两个了 你已经拿了倒数第二个 那所以 应该 它已经是非卖品了 对 那这是 就是说 其实这两个国旗 大概都是很容易 在网络上面找到图档的 那我看起来 这个也就是热转硬技术 那所以 就是 如果大家有印过T恤的话 应该知道热转硬 要找哪里家 所以这个要自制 其实不困难 这个是非卖品 但是是很容易自己制造的 有另外一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这个题目比较长 要念比较快 时间教育团体 和机构要取得符合法规的 常递的时候 除了学校空间教室之外 都不容易 但是 时间教育团体跟一般学校 运作方式并不一样 双方的合作网会发生矛盾 是否有可能请政府 释放更多的空间 来优先提供实验教育的使用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我们当然 大家都知道说 校园有闲置空间的时候 要登陆到一个 闲置空间的一个登陆网 那每个地方的教育局 在看到这个登陆之后呢 现在呢 从国教署那边有协调 就是所有的人 要用同样的格式 再抛转到中央的那个 就是核心里面去 但是呢 大家就会发现说 这好像就是中间 就是每次好像漏斗 就是会塞就会少几笔 就会少几笔 就是说你从全国 那个角度来看 好像资源没有很多 但是在地方的教育局呢 好像又多一点 然后你如果是 一家一家打电话去问的话 好像又再更多一点 那并不是说 他不去登达 或者说他行政上面 有所疏漏 并不是这样 而是说对很多学校来讲 当他你要用他的校地的时候 你必须要跟他 想要尝试经营的那个理念 他的TA啦 就是像当时就是 因为我父亲就是有负责 文山社大一阵子嘛 就是说他要怎么样子 去跟现有这个学校 谈到这个校地 必须是说这个东西的价值 跟这个校长办学的价值 是符合的 当他能够填出来 到我们大家看到 大家都可以来选用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点是说 它是很开放的 就是任何人来使用 他都不反对 但是在此之前 总会有一段时间 他觉得说 是不是还是 就是跟我们的理念 比较相近的这些团体 我们要不要先去结架一下 我们再灯打上去 那这个我想 也是人之常情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有两个做法 一个做法就是说 让地方的政府的教育局 来担任这个协调的 窗口的这个角色 也就是说你先跟他挂号嘛 你先告诉他说 我的价值是什么 我想要达到 怎么样子的一个教学的理念 我想要服务这个区域 其他的哪些民众 而且如果你是 也有终身教育的 这个部分的话 那就更好啊 就是说在你的实验教育的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 不是只有专职的老师 来当他的老师 而是旁边的一些长辈啊 一些礼民啊 一些去做这个社区营造啊 或者去做这个文化传承的 这些朋友 都能够融合到这边 那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校长 也对于这个东西 有兴趣 有热忱的话 那这个时候教育局 他脑里就有一份你的 这个办学的计划嘛 办学的核心理念嘛 那这个时候 当教育局知道 有这样子的空地释出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立刻的 媒合得到 那这个也就是 为什么我们在中央政府 我们现在也有一个 就是社会创新平台 那我们用的是联合国的 这个17个 就是永续发展的目标 那所以预设开起来 是英文网站 不过你可以切换到中文 对 那所以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叫做 社会创新发展地图 也就是说 每一个地方的 每一个这个 非盈利为目的的一些团体啊 或者一些社会企业啊 合作事啊等等 他可以先去宣称说 他想要做的事情是 当然各位的工作 优质教育 但是优质教育的时候 有些的优质教育 他是想说 那我去就是鼓励大家 用数位的方式进行学习 或者进行创新 有些优质教育的一个做法 是希望他能够清净土地 所谓的农食教育 去做一个负责任的 生产消费的一些循环 有些是希望说 他在做这个教育的过程里面呢 去让他能够看到 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文化 去消弭人跟人之间 因为文化而产生的一些不平等 那或者甚至是说 他想要 就是先教阿美语 然后再从阿美语去学美语 然后就完全不敢汉语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种 实验教育一个方法 反正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挑战我们克刚的这个限制 那你选择每一种 他的教育的这个理念 那他就会去看到说 在每一个不同的县市 有哪些在地的组织 正在就是对这些理念 去进行工作 那这些团体呢 就会变成你在办学的时候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natural ally 就是很自然的 大家就可以变成一个 同盟的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曾经借到过 或者甚至租用到位 或甚至进驻过 公部门的这些场地 特别像说NPO Hub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Impact Hub Taipei 就是在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社会创新组织 那么你的这个办学的时候 其实你是可以采取一个 比较分散式的方式 就是说 当你在做这些学程的时候 你就是在跟这些学程 最相关的这些NPO 他们跟公部门 已经取得的场地来办理 那当你在做那些学程的时候 你又可以去跟这个 社会创新平台上面 500多家NPO里面 或者是社会企业里面 他已经取得了这些场地来办理 所以另外一方面 就是也不一定是说 从头到尾你所有的学程 都要在一个共同的 固定的一个地方 你也可以去分散在不同的场域 因为本来跨场域 就跟刚刚讲到的跨领域 跨文化 跨世代一样 本来就是实验教育 它可以突破克刚的 其中一个地方 那这个弹性 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好地去利用 就是不一定是 锁死在同一个地方 但如果你很需要一个地方 就是持续地来这样子办学的话 确实啊 目前的就是国民教育的 这个场地 还是最适合使用 它本来就是 规划成教室使用嘛 那不管是用分时的方式 或者是说 就是某一个时段给你的方式 或者是用他们的教育实验 好 比如说服它的课发会的话 它可以把一些 就是校本的课程 选修的课程 加深加广的课程 等等的课程 去跟你的实验教育的这边 来结合 这个我们在去年新课创上路之后 也看到有些学生 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设计的 这样子你的理念 就不是只是实验教育的小孩 听到 也是你透过这个理念 以及实验教育的小孩 去跟惯性教育 就是国民教育 我一直都讲惯性教育 惯性教育 就是国民教育里面的小孩 那这样你的理念的传播 又有更多 就是现有的体制里面的老师 接下来可以变成你的盟友 但是你要怎么样取得 课发会的信任呢 那当然就是说 你要去提供一些 他们的学校的这个办学理念里面 你觉得你也可以跟它 相符合相重叠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可能参考 时期向有去发展目标 参考我们的大学社会责任 USR USR里面有很多 就是关注这个国教阶段 学习的部分 甚至有一些大学的USR团队 自己出来创业之后 还是做这方面的工作 或甚至是说 有一些 好比像说博物馆啊 等等这些机构 像因为实验教育 可以一路办到大学了 所以他就可以专门去 开一个什么博物馆 相关的硕士学程 学士学程 等于他自己也变成教育机构 那所有这些都不是 我们传统认为 教育机构的这些东西 但是因为实验教育三法 接下来越来越开阔 这些都会变成 我们实验教育圈的这些盟友 所以我会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去跟这些朋友多联络 然后尽量不要被单一的地方 所限制 那有七位朋友们想问说 回忆发展成长过程中 最感谢家长曾经为我做了哪些事 而成就我今天的发展 我想我最感谢家长的就是 他们不做哪些事情 好比像说 这个我还记得说 就是我第一次这个 有去过一个补习班 那时候这个因为我对 个人电脑很有兴趣 所以他们就帮我报名一个补习班 然后去学 我记得当时是Logo语言 那Logo语言呢 它本来是一个 好像就是一个月的一个学程 就是每个礼拜去上几个小时 那在我就是可能前两个小时 就就是都已经掌握住了 然后接下来就发现说 我什么按Ctrl C 还是什么就可以进入 他的那个命令列界面 然后就开始玩里面 很多别的东西 那然后这个补习班老师就觉得很头痛 然后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教我的 什么之类的 那后来我就跟家长说 这个那其实我们家里也有个人电脑 那时候才刚买 我在补习班所看到这些教育软体 其实我自己写一写就可以写出来了 那但是就是当时这个 我的这个家长并没有觉得说 好像这个我就是离经叛道啊什么 那他们就是说好啊 那你就可以拿 就是你本来我们打算送你去补习班的那个时间 因为好像已经上了两堂课 好像还不能退费 所以他们损失惨重 但是无论如何 他并没有强迫我去做不适合我的事情 那后来我就自己 真的在家里就把那个CAI 就是那个学习软体 自己就把它复刻了一遍 我就把它写出来 现在在那个Scratch上面 还可以看到那个 社气球学分数的那个软体 所以我想就是说 当小孩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需求的时候 我的爸妈一向都是告诉我说 我只要能够讲得出 一个道理来 那他们就会听我的 但是我如果只是就是 在那边无理取闹啊 发脾气啊 什么之类的话呢 那他们就完全假装没有听到 所以我从很小就已经发现说 我就是要make a case 就是讲得很清楚说 为什么现在去补习班 不是对我最好的运用我时间的方式 那这样一路就到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在国中 那我就在当时的北深国中校长 杜惠平的面前 然后就告诉他说 为什么我去你办的 经营的这所国中 不是我最好使用我时间的这个方式 那然后那个校长呢 当然就听了大概一分钟左右 然后就想了一下 然后呢 因为我就给他很多那个evidence 就是说校长你说 这个我们念这个国中啊 我已经拿到保送了 保送就要好好念完高中啊 然后上大学啊 考个GRE啊 到国外啊 担任什么 我喜欢的研究者的博士后啊 这样我就可以跟他一起做人工智慧 研究啊 因为我科展题目是人工智慧等等 然后我就说 那我已经写信给这位教授 说这位校长也回我信了 我们已经在一起做研究了 这有点夸大 因为我只是改他的措字而已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至少他有回我信嘛 对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就告诉校长说 你看你要我花十年达成的 我现在已经达成了 所以是不是我中间这一段 好像找到那个超级玛丽 有没有跳关的水管呢 所以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就是中间这十年 就不需要按照校长 本来告诉我这个方法去做 那校长想了大概一分多钟 然后就说 好啊那你明天就不用来学校了 那所以当时是没有实验教育的法令的 所以事实上 校长这个时候就是在帮我去瞒着读学 因为不然的话我每天都要被罚钱嘛 这个强迫入学的这个条例 那事实上我最近就参加亲子天下论坛 还碰到当时的教育局长 然后说对啊我知道你的case啊 但是我就告诉读学说 不用去管这个case啊 所以在这个就是 两边的公务员都登载不实 的这个情况下 追溯期都已经过了 讲这个是无所谓的 不管是就是 就是市政府的或者是学校的校长 都登载不实的情况下 那我就就是完全是一种公命不服从 但是校长支持 这样是一种方式去把国二跟国三的 这两年完全是用来创业 完全是用来去大学旁听等等 那当然我是第零代自学生啦 就是比我再年轻的就可以去采用 就是不管是公办民营啊 或者是机构团体个人等等方式 去开始去进行申请 但是我是很感谢 因为当时如果我的家长不支持我说 那我make a case 就是跟校长直接讲 是他们帮我去跟校长讲 然后回来告诉我说 校长真的就是不会同意啊 怎么之类之类啊 或者是说他干脆打压我的这一个想法 说没有啊 就剩大概一年半而已啊 你就乖乖把它念完嘛 义务教育啊 什么之类的的话 那其实以我当时的想法 难道我就去赚钱 然后去付罚金吗 这个对一个国中生来想 真的是蛮苛求的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事实上就是 我家长并没有要求我说 一定要怎么样 我只要能够讲得清楚说 本来这个惯性教育 为什么不适合我 以及我倒找得出 怎么样更适合我的一个方向 还不一定要方法 方向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他们就全力支持 而且绝对不会帮我主导 我的这个学习的人生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而且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们都会评校长 那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为什么读到国二就辍学 我刚刚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不过我还可以额外地再讲一下 就是说我辍学之后 其实当时我们也是 就是叫做那个 就是好像说什么 自愿就学方案 那个方案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不考联考的 就是我们到国三毕业之后 本来不会考联考 所以大家就是 每一次的那个月考的成绩 或者是在班上表现的成绩 它有一个常态的分布 然后你在你的班级 你在你的年纪里面 表现得比较好的 你就可以优先挑高中的志愿 不用再去考联考或学测 那当然就是在中间比较常态 在中间或者在后面的 那你就必须要后挑嘛 那因为我在国一的时候呢 考试的分数还蛮高的 所以我当时一决定辍学之后呢 其实我就不用去学校 因为校长已经说了嘛 但是我每次断考的时候 都还是去学校 我就专门去学校 然后呢把考卷拿到 然后就交了白卷 交白卷就签个名 签个名之后就交出去 所以呢这个考卷说 下午三点开始考试 我就三点二分 我就可以走了 因为我们那个白卷 就已经交出去了 那所以就是这个 交白卷的动作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在班上本来排名第二的 就是排名第一了 排名第三的 就是排名第二了 所以我就自己 移到最后面去了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升学成绩 都变得比较好一点 就是能够念到 比较好的高中了 可能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没有人跑去跟杜学打小报告 但无论如何 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也看到说 确实啊 你看 我挑了一个自己的方向之后 我就不用在那边 跟大家比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了 因为这个对我来讲 已经完全没有意义 我已经是在 另外一个轨道上面去运行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之后 之后我创业 每次创业 可能碰到问题 碰到困难 等等 对我来讲 轴转 就变得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轴转就是所谓的pivot 就是说你本来做的题目 市场不是很买单 你马上换一个题目 马上换一个题目 就是不要太执着的意思了 那对我来讲 就是我念过三个幼稚园 六个小学 然后一年的国中 从来没有做过暑假作业 因为就是每个暑假都在转学 这件事情 让我们等于每一年 都练习这个轴转的这个经验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 跟大家分享的 那有六个朋友们问说 当自学体制化的时候 会不会降低实验精神 确实就是说 我们的实验教育 之于惯行教育 那其实就有点像是 研究部门之于开发部门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 try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些work 有些不work 尤其是一些国外来的 一些教学的这些理念 在台湾有些生根发芽 有的水土不服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但是呢 当这边真的生根发芽之后 它就会形成一股社会力量 然后去push我们的 就是设计国教课发会 在每一次检讨这个课纲的时候 去把大家在外面 就是在实验这边 试起来非常work的东西 变成我们的关心教育的部分 像我们的自发互动 共好素养导向教育 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这样子当然很棒 但是确实啊 就是说那当体制内的学校 都在那边自发互动共好 都在那边选修 加深加广 教哲学课 开电竞课 等等的这些事情 都开始发生的时候 那实验教育要做什么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像科学的进步一样 这个时候你就要实验一些 更新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这个 生年国教课发会 更没有想到的东西 刚刚用阿美语学美语 就是一个例子啊 那或者像我们那个 Minerva School 就是跑来拜会蔡总统 但是事实上只有 两个人在台湾 所有其他人都在线上的 他们的实验的方式 就是用他们一个 一起上课的软体 叫做forum 那他们就是透过forum 透过这个视讯的教学 然后以这整个城市 作为他们的学区 好比讲说 当时他们也有在这边 办过一个开学的活动嘛 因为他们把台北 当作他们整个学期的 这个学区嘛 那所以就变成是说 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学生 在可能大三的时候 就开始挑自己的 一些想要做的题目做 然后是以那个题目去带领他 在整个这个城市 事实上他们说台北 意思是全台湾 因为就是从台北坐高铁 一个半小时就要高雄了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只是同一个城市 那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在全台湾那个usr 去做社会创新 去做永续发言目标 的那个所以里面 去找跟这个学生 想要做的事情 最像的那个老师的那个教授 然后就变成好像他的 那一个学期的指导教授 这样子去办学 这样子的话 其实第一个 它完全拆散我们对于 传统上面一定要学系 一定要学院 这个已经不是不分系了 这个叫不分校 大三不分校 对就是任何一所学校 都是你的学校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个也是实验教育 可以去做的 因为我们目前在 惯性教育里面 根本还没有这个空间 学位授语法已经修的 就是比较解套 已经松开很多了 但是并没有松到 你在哪个学校修课 都算修课 在那个地步 那所以我想这些东西 就是你看我们现有的 就是十二年国教 或者是我们的高教 学位授语法等等 然后在那一个基础上面 然后再去往外扩散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实验教育 就会接下来在我们下一次 要修十二年国教课纲的时候 就再进一步变成 我们十二年国教课纲的 一个养分 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他们早年不习惯 传统的正规教育 十四岁起便以在家自学的方式学习 请问现在学习大部分的学生 都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得不在家自学 有没有特别的自学技巧 可以分享 避免在家自费 在家自费 这个非常好 那我想就是这个问题 好像最近有个CNN 叫那个Julia Chattery 问过我同一个问题 然后那因为这个 它的那个中文翻译 应该是民事翻译的 就是整个都翻得很好 放在YouTube上面 但是呢 因为它最后的这个问题 它的翻译 其实他Julia本来问的意思是说 就是在家里的学习 很容易学一学之后 好像就因为你要自己 就是安排所有的事情嘛 好像就有点可能懒散掉 要怎么样子确保说 你还保有学习的热忱 对 那但是因为它的那个中文翻译 在这一点上面翻得有点ambiguous 所以感觉就有点像是说 你在家要怎么样子取得 资学的资源 那所以呢 我们YouTube下面呢 就有一些人回答 就是觉得很奇怪 说为什么唐凤在强调的是要跟荧幕对面的人 吃一样的食物 喝一样的饮料 听一样的音乐 然后解决一样的社会问题哦 这是不是有点文不对体 感觉上好像是大学或者研究所 才适用这样子一套方法 那但是呢Julia问的 听起来好像是国民教育这个阶段的事情 难道国小或者国中的小孩 就已经可以去解决社会问题吗 是不是答非所问哦 那但是其实对我来讲 这个并没有任何差别 就是说对我来讲 国小的小孩也好 国中的小孩也好 其实他脑里并没有什么preconception 他并没有觉得社会一定要怎么样子去运作 他常常去问说 为什么社会不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他问的那个问题是非常一针见血 因为他并没有像我们这样在脑里面 惯性的已经去跟社会做了一个妥协的这件事情 所以就算是甚至还没有上小学 幼稚园的小孩 他跑去一个公园 问说为什么所有的公园长得都一模一样 那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好 具有穿透力的问题 事实上有一些幼稚园小孩的妈妈 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成立了什么还我特色公园的那个联盟 然后去做就是共融式的教学 对 那这个事实上是 就是最近就是有人反问我说 这个台湾近年来最好的社会创新是什么 那我就是用特工盟当作例子 去说我们的社会创新 是从社会运动这边来发起的 不一定是从社会企业这边来发起的 就是说并不一定一开始就要有一个所谓的盈利模式 一开始很可能就是小孩一句同言同语 然后大家觉得说 对啊 小孩看起来的这个世界 为什么是这么单调的呢 等等 然后大家就可以集结起来去发展这个社会的连带 那只是当然是建立在台湾这个完全的言论 集会 结设等等的这些自由上 在亚洲的其他国家 大概不要说集结到两百个人 二十个人就被请去喝茶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台湾这边这个自由的空气 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而即使是六岁的小孩 七岁的小孩 他看到一个社会 他觉得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子的时候 你都可以去 不要告诉他说 你长大就会知道 这个就是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他是说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们去图书馆找一下解决方案 对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你就是以他的好奇心去引领他 去不只是更了解 为什么目前情况是这样 而且也是带他去认识说 也有一些觉得现状其实不太好的一些朋友 他可能 如果你的小孩是六岁七岁 他这些想要改变现状的朋友 可能十六岁十七岁 可能二十六岁二十七岁 可能六十岁七十岁 但是大家都去愿意说 把公园弄成一个共融式的 不管是坐轮椅的朋友 猪鬼帐户的朋友 任何朋友都会觉得说 在公园里面是非常有趣的 非常有意思的 那这个就不是政府所谓for the people 去就是好像对大家所谓的对大家好 但由上而下 而是with the people 就是大家想到什么 然后提出一个好的想法 我们帮忙增幅到整个社会去 所以我想对于就是在特别的自学技巧 大概就是说 你自学的那个事情不是特定的科目 那有最近有一个新闻记者有问我说 那这个我们知道唐凤自学嘛 那但是之前也在学校有待过一段时间 请问唐凤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然后呢我就跟那位记者说 我最喜欢的科目就是人科领长目 那人科就是homo sapiens 现代智人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是对跟其他人一起解决问题 跟其他人一起探索有兴趣 而不是对特定的科目有兴趣 那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现在叫problem based learning 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 这个几乎任何这个国教体系的老师 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但是重点还是在 你挑的那个题目只是一个练习题 还是这个题目是真的 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人 现在愿意想要看到改变 如果是后者的话 那从自发到互动到共耗就非常快 如果只是练习题的话 那你自发然后没有互动 不太有互动 然后这个自发慢慢就变成自费了 那所以就是说 挑一个足以造成社会运动的 这样子一个题目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像之前我们在那个 就是join平台 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一下就有五千多人连署的一个提案 就是说要把塑胶吸管逐渐的落日掉 内容先不能用 然后外带接下来也不能用等等 那一下子就五千人 我们就想说是不是什么环团大佬 才能够一下子瞬间得到那么多的连署 那后来我们一去见面 王轩如一位这个朋友 他才十六岁 当时有没有满十六岁我都不确定 高一的一个学生 然后我们就问说 那为什么你要发动这种 因为我们那个脑里一看到这样子的学生 就戒身恐惧 因为在同时才有一个 北欧的一个学生 礼拜五不去上课 那所以我们如果不好好处理他这个题目的话 说不定接下来礼拜五大家都不去上课了 那我们就问说 那你是受到什么感召吗 还是这个有什么使命吗 他就说不是啊 是我们公民作业 就是他们的社会公民科的老师的随堂作业 就是去Jong平台提一个 你觉得有五千个人会关心的案子 所以他就在那边看 当时刚好有什么海龟被吸管 什么枪到脖子 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图 所以他就以那个图为发想 然后变成了这个逐步禁用塑胶吸管 这样一个提案 然后这个提案他要去找到 网路上的不塑制科塑胶的素的那个社群 然后那个社群帮他扩散 我就发现说哇十五六岁的朋友们 他的这个联系的能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所以这个算不算自学呢 这个算自学啊 虽然他是在体制里面 但是这个体制里面的公民老师 给了他这个空间 之后他就其实就不是在 跟他的同班同学一起学习 而是跟所有关系减速这个议题的 非常大的一个社会运动一起学习 那我觉得只要挑这样子的题目 你的这个热情就不会消弭 因为你只要做一些贡献 你就会发现说 有非常非常多人 成千上万的人 每天都在拼一点拼图 拼一点拼图 这个时候你就不会burn out 就不会太累哦 有几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如何帮助一开始自学的中心年级的孩子 找到方向 想要听个人自学跟团体自学的分析 我认为时间有限 要筛选资讯帮助孩子找到方向 设立目标是有一些困难的 我常常听到国小要打好基础 国中再找方向 左关号感觉国小成自己 难道就找不到方向吗 问号右关号 那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自是比较传统的 就是去分学习阶段的这样一个想法 好像说国小就尽量玩 国中要开始找到方向 高中要开始这个精师济明 要开始就是有社会的贡献嘛 那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呢 就开始要去 事实上我们现在希望高中念完之后 不一定要去念大学 那假设你要去念大学的话 那就是开始对学术要有所贡献了等等 那当然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所谓线性的学习的这个想法 并不能说它错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省力的 就是说你在每一年级的时候 你就是做那一年级的事情 但是既然我们今天是一个实验教育 是一个自学的这个团体 那我就必须要说 我从来不相信这样子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 不一定是对大家有利的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六七十岁的朋友 但是你才刚刚开始学网路 你才刚刚开始学习在网路上 大家怎么组织起来等等 那你学习了可能三年 可能四年 你开始慢慢成为一个组织者 但是从网路文化的角度来看 那你可能就是幼稚园小班 或者幼稚园中班 就是你只有四年的网龄嘛 那这个时候有八年 有九年网龄 但是他实际年龄可能才十三岁的这样子一个朋友 事实上是你的老师 也就是说重点倒不是说你的实际年龄是几岁 而是你在这个议题 跟你在这个活动上面 你投注了多少精力下去 你投注精力越多 你就越资深 那你投注精力越少 越是觉得说 好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那就算你年纪已经到了二十岁三十岁 你在这个情况下 还是要先打好基础 才能够找方向 所以重点还是说 你关怀的这个社会关怀是什么 那你要帮助孩子找到方向的时候 其实不管哪一个年龄都是一样 成人也是一样的 就是他在创造的时候 什么时候感觉到创造的乐趣 你如果只是看书的话 看书的时候 你花多少时间 这个是以书本的厚度决定 这一本书很厚 你就花五个小时的时间 这本书很薄 你就花十五分钟的时间 那这不表示说 你关心那个五个小时的书 只是说那本书特别厚 等下花很多时间把它看完而已 但是当你在创作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你不管是做一支影片也好 写一本书也好 写一个网制 写个blog等等也好 那你一下笔就会发现说 这个主题 我如果觉得未同嚼纳 那就表示是说 我好像只是为了写作业而写作业 但是当你写第一行字之后 你如果发现说 这个图书你很有兴趣的话 那你就会花非常多的时间 去看其他人的见解是什么 你的设定的对象是什么 你们要怎么样 让他了解到你心里的那个倡议 那个热情等等 你越写就会发现说 你要花越多时间下去 那这个时候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创作的时候 你才真的能够找到你自己的方向 当你只是欣赏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确立你的品位 可是品位是有点排除性的 就是说有点同温层 就是跟你品位不同的人 好像就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当你创作的时候 刚好就是你同温层之外的人 你就会想要去学会他们看世界的角度 想办法去说服他们 或至少激励他们 来稍微看一下你所关心的这件事情 不管是说逐步禁用塑胶吸管 还是要尽可能地重复利用这个东西 要去装水之类的 不要一次性就把它丢掉 等等的这些事情 就是越创作越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所以具体来讲 就是说如果时间有限要筛选资讯的话 你还是要先去让他有一个 不设限的一个创作 然后以他觉得他投入这个创作的时候 眼睛会发亮的那个主题来引领他去打好基础 那当他打好基础之后 其实接下来就换的是他带着你了 因为他打好基础 他在这上面已经花了三四年的时间 除非你刚好是同行 不然你还没有他懂 那这个时候你就虚心地跟他学习 这样子就可以了 大概是这样子的方向 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自学生的形象在传媒或者大众文化里面 逐渐出现一些浪漫化的一些现象 好比像说认为自学生都是天才 这是翻白眼 白眼符号 那我个人也是自学生 想问问看唐凤对于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 以及会对处在这个氛围中的自学生 有什么建议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自学生确实就是你自己去设定 你自己想要去学习的这个方向 我们只要一直保持着这样子一个定位 那外界不管是家族怎么样子的标签 那对我们来讲 其实这个都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在描述我们嘛 就像好比像说有人说这个天才IT大臣 那其实IT大臣 因为我们今天在讲天才两个字嘛 但是我把IT大臣这两个字举例好了 我是数位政委 IT是跟机器去通讯 数位是跟人去通讯 这两个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IT是数位的基础没有错 但是我做的并不是IT嘛 IT是技术 我们本来就已经有科学技术部了 就是科技部 我们本来就有科技汇报了 这些各自都有各自的 就是我们的部长嘛 吴正宗老师嘛 那所以我绝对不会觉得我是什么 IT部长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科学级技术部长 我跟他合作是很愉快的 那接下来那个大臣 我也觉得哪里怪怪的 因为我们是有直接民权的共和国嘛 简称民国嘛 公民之国 那公民之国是没有国君的 就是没有皇帝的 那没有皇帝到底哪里来的大臣 就是君臣是一组相对观念 但是我们当然尊重说 日本它是君主立宪国家 它没有天皇 所以他们要用大臣这个方式 来这个了解 这个我们的这件事情 但对我来讲 这就好像是那个 吴承恩写的西游记里面的悟空 跟那个七龙珠里面 那个悟空的关系 就除了名字一样之外 没有任何关系 那就是 我现在就变一个 类似动漫角色 素材库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就是说 在日本的年轻人 如果想要刺激一下 他们内阁要做什么的话 那他就可以运用我的这个角色 来画个什么动画漫画 录一段rap 还是什么之类的 去刺激他们的内阁 但是他讲的那个人 我就觉得跟我是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我既不是管IT的 我也不是什么大臣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还是要把这个 就是原创跟二创跟三创 各种各样子的这个层次 把它分开 当然大家对自学 会有浪漫的想象 那个就是属于二创的部分 但是你是原创的部分 那原创不一定要受到 二创的影响 大家愿意去二创 那你像是帮你去做倡议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呢 你自己这个原创的初心是什么 就是自己决定 自己学习的历程 学习的方向 那你坚持着这个就好 那别人要怎么样 二创三创等等 那我觉得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就是说日本的这个记者 或者日本的这些 想要帮我写书的朋友 文艺春秋的书快要出了 这个接下来好像每个月 会出一本书 这不是很了解 到底是什么状况 那但是这些朋友们 每次来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又重复 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套 就是说为什么书委不是IT 为什么我们是政务委员 不是大臣 等等的这样子一些想法 那这样子他们就把它写进书里 那也告诉日本的朋友说 台湾的这个政治体制 是大家一起来参与 不是一个很英明的大臣 去做决定 我们已经脱离那个状况很久了 那像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也是大家互相了解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只要能够坚守住 自己的这个核心思想 然后别人来对你有所误解 那你就把那个误解 当做一个对话的开始 一个icebreaker 那这样子的话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对话的方法 那就是我具体的一个建议 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那请问我当时是如何 找到自己的兴趣 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说其实就是要创作 要创造 那像当时 因为我很喜欢数学 但是我非常不喜欢算数 就是我每次用手算 什么长除法 什么时候一定都算错 就是我算数很烂 那但是我数学还不错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很不擅长的部分 可以交给机器做 那真是太好了 所以当我八岁 第一次碰到个人电脑的时候 我觉得这真是非常非常棒 因为就是说 我不享受的部分 他都可以帮我做 那我觉得比较享受的部分 就是数学的部分 就是在看似不同的结构里面 怎么样子去 把它用一种抽象思考的方法 把这个领域 跟另外一个领域的 类似的结构 能够去做一个 互相参照的这件事情 就叫Homomorphism 这个是数学当时 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我就可以 专门掌握那个概念 那真的要证明什么 或者真的要去做 什么长除法的时候 那我就交给电脑算 就可以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 它是有点像Steve Jobs 说心灵的脚踏车了 就是说我同样踏一步 我可以就是走比较远 那但是那个方向 那个龙头 还是我自己来决定 那所以就是我觉得 我碰到电脑 是非常就是幸运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个人电脑的意思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去做 任何这样子的编排 所以我当时就是看到 外面像刚刚讲的 补习班 有一个什么好玩的游戏 光华商场 有一个什么好玩的游戏 那其他人可能是买游戏 回家玩 那但是呢 我没有买游戏 我就是看一下它怎么玩 那操作手册 稍微翻一下 回家 然后就废寝望时地 把那个游戏写出来 就是临摹那个游戏 那个就是我的小时候的兴趣 从8岁到11岁 一直都是这样 那但是呢 有些游戏呢 后来我就放弃了 它过于复杂 逻辑太多 我写不出来 我第一个发现 我写不出来游戏 叫做文明帝国 Civilization 它的那个公式 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后来还真的 买了那个游戏 我是从第一代 一路玩到第六代 那所以在那个里面 我就发现说 原来人类的历史 就是科技 社会 文化 这些事情 它彼此互相牵动的部分 到最新的一代 甚至包含气候变迁 等等 平方投票法 什么最新的这些东西 通通都跑到 这个游戏里面 所以那个游戏 对我来讲 好像就变成我的一个 互动的一个教科书 一样的一件事情 而且本来很困难的 好比像说 威尔杜兰的那个 世界文明史 我爸买的时候 就一直放在那边 通常他买的书 我都会先看过 但那个实在太大步头了 我根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看下去 后来我就发现说 我一旦玩了这个游戏 我玩到 就是那个科技术 解锁到那里的时候 我就去翻威尔杜兰的 相应的那一段的世界史 我看起来就津津有味 因为我就可以解释 我在就是 这边看到什么 什么三维帆船 还是什么东西 它为什么是设计 只能什么沿岸移动 不能到远洋 什么之类 就是说游戏里面的一些feature 我在那个书里面 就可以有一个 更深厚的一个脉络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临摹 就是你看到什么 然后你试着创作出一个 类似于它的东西 就像我们现在 教小孩城市设计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教它 从完全空白的 只有命令列的这个地方 然后开始去被指令 虽然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当时电脑课就是这样教的 我一直觉得是一个 最不好的教学方式 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让它去scratch 然后scratch 它就会看到很多游戏 有些是教历史的 有些是好像恐龙 在scratch上面很多人去 教各种各样不同的恐龙 或者什么之类 九大行星之类 反正就是它喜欢玩的 那它玩一玩之后 它就发现说 就好像网页 你可以看原始码一样 每个scratch上面游戏 你都可以看原始码 所以就算是很小的小孩 它按下编辑之后 它可以把那个主角的脸 换成自己 它可以把恐龙的颜色 换成它最喜欢的粉红色 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它只要稍微改一个参数 那个游戏就好像变成它自己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透过临摹来做到创造 这个创造门槛就非常的低 那非常的低之后 你的兴趣自然就会被牵引起来 然后就会去了解 更后面我们现在叫做设计思考 或者运算思考的一些东西 但一开始还是要好玩 乐趣我想是最优先的 那有两位朋友们有一个临时的问题 就是说请问今天是不是以QA的方式来进行演讲 是 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听我讲什么的话 你还就是得提问题 那就是再次提醒说 举手的优先顺序是盖过荧幕上面的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想要举手发问的话 随时都可以举手发问 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想请问您在自学的背景里面 面临过觉得最大 或者会是问题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好 是什么 谢谢 确实就是后来我就发现说 虽然我城市设计可以自己学 数学可以自己学 逻辑啊 推理啊 甚至一些基本的化学啊 当时有那个什么小科学家的实验箱啊 什么之类 这些多多少少都可以自己学 但是呢 有一个东西我没有办法自己学 就是哲学 哲学呢 因为它是大家行走各种各样不同思路的一些方法 如果我没有走过那个思路 我把这个哲学家的书从头翻到尾 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子看世界 那这件事情呢 就是要大家真的是集思广益 就是大家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面对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哲学问题 然后大家就开始去那边去思考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去一起行走一个思路 然后把那个思路去走通 那所以像我在可能九岁左右的时候 就知道杨茂秀老师嘛 所主持的毛毛虫儿童哲学教师 那当时我就发现说 原来这些抽象的这些哲学 这些悖论啊 这些问题啊 这些等等这些东西 每一个其实都可以很生活化 那他这个老师呢 就是在哲学教师里面的老师 绝对不给我们标准答案 他就不断地抛出问题 然后每个人呢 想到一个这个问题的一个 某个想法某个灵感的时候呢 就写一个便利贴 写了便利贴的时候就贴在墙上 就好像说我贡献出来 这个就不再是我自己的东西了 我不会觉得说这是我的立场 我要跟你争辩到底 而是说这是一种可能的看法 然后大家绕着它 看还有什么可能的看法 那大家分别写写一写之后 老师最多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分组 把类似的想法贴在同一组 我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个叫KJ法 当时完全都不知道 那所以之后呢我就去看说 原来大家从这个角度切入 从那个角度切入都对 那这个其实就是哲学的一个训练嘛 就是说每一个题目 其实都没有一个绝对的 唯一正确的一个看法 就算是伦理学 就是说你要负起什么义务呢 还是你要成为一个什么德性的人呢 还是要把社会的教义提升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用 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诠释 并没有哪一个是一定对的 那所以当时当我全部的看到这些角度之后 突然之间在课本里面那些哲学下讲的话 开始发生异议了 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地图里面的某一个点 他们上下左右前后 都有各种在同一个脉络里面 这个思路好像一个十字路口 这个思路往前走 往左走 往右走 都可以通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哲学的心灵 所以对我来讲 哲学确实是没有办法脱离人群而学习的 就是要大家在那边绞尽脑汁 一起想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才真的是能够一起学习的事情 所以后来当我去辍学的时候 去大学旁听的时候 一开始还要听各个不同学们的课 这个数理化啊 政法商啊 什么 全部都有听啊 那但是到了第二个学期的时候 差不多就只剩下 可能文学院跟哲学院的课程 那因为那些课程 我如果不跟大家讨论 跟大家一起思考的话 其实我一个人在家里 就是那么厚厚一本 这个纯粹理性批判 这个或者是判断理批判 或什么真理与方法 我是看不懂 那但是呢 其实跟大家一讨论之后 每一个字啊 就好像先玩了文明帝国 再去看威尔路兰世界文明史一样 每一个字都开始发生异议 这是最大的自学的 这一个所谓是问题的问题 有四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在网路上面的资讯很多 该如何开始自学 那网路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只要你有一个正确的关键字 正确的一个主题标签 一个hashtag 那你就有一群 非常愿意提供你想法 提供你这个问题的解答的人 但是当你找到正确的那个hashtag 正确的那个社群之前 会觉得说 它这个浩若烟海 你完全不知道到底要从哪边去参加 那所以主题标签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发明 事实上它是最近的发明 2007年嘛 Christmasina 当时第一次发明主题标签 就是hashtag 有一个紧字号的这件事情 在那个之前我们都是taxonomy 就是我刚接触网际网路 就是12岁的时候 当时还完全都是树状的结构 甚至到后来有搜寻引擎 就是雅虎出现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树状结构嘛 台湾的番薯藤也是树状结构嘛 就是你去的时候 就像杜威石敬威分类一样 他会把当时的所有的网页 去分成分门别类 好像是说 你在那一个特定的科目里面 才有一个社群的存在 但是后来呢 当hashtag发明之后 大家就发现不是这样子 就是就算你是学理工相关的 我是学文史哲相关的 那他是做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区的营造 那去跟这个在地的 这个朋友们跨世代的这个 把嫩啊 去这个拼感情啊等等 这些 但是我们只要共用同一个hashtag 好比像说hashtag 台湾can't help 那所有人突然之间 就聚在一起 然后呢 就是缝口罩缝口罩 捐口罩捐口罩 设计口罩设计口罩 就是说他只要一个call to action 一个去请大家行动的 这样一个hashtag 那或者像是 甚至更极端的像hashtag icebucketchallenge 是要大家往自己头上淋冰水 那但是这个事实上是 如果你自己淋冰水的时候 没有自拍哦 这个动作毫无意义 就是零意义 那但是如果你有自拍 然后你有分享 而且你还有点名另外三个人 他突然就非常有意义 变成一个让大家忽然之间 都知道见动人的状况的 这样子一个有意义的社会行动 也就是说一个hashtag 当他召唤出一个行动 一个运动 一个动作的时候 那他就不会是 受本来的分门别类所影响 而是你能够贡献什么 你能够去做出什么改变 你做出了这个改变 也许不是对你 或者你所关心的这个社群 立刻就发生结果 但是他可能在地球的另外一端 当你已经睡了 另外一个人醒来 看到你的贡献之后 他就去混搭去remix 然后在那边去生根发芽 这就是社会创新的意义嘛 就是说不是只是 在一个社区的这个营造 而是说我们把它营造成功 想出一个模式 所谓台湾model 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想法 分享出去 大家一看到 原来humor over rumor 原来是靠好笑的东西 可爱的柴犬 就可以辟谣 那这样子的话 全世界的朋友们 其实也不需要 跟我们买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点子一通了 他们马上就可以开始去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进行所谓民营工程 等等这样子一个做法 所以一个好的hashtag 非常的重要 去参与行动 非常重要 参与行动之后 你认识的人 就会带你认识更多的主题标签 更多hashtag 这个hashtag又会带你认识更多的人 又去认识更多的事情 又认识更多的人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social object 所以大概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开始自学 就是随便挑 并没有什么正确或错误 反正开始行动 这个行动只要不是你一个人就好 然后透过hashtag 开始认识更多的人 有人举手 太好了 终于有人举手了 那我们这边有麦克风 是不是请工作人员来递一下 就是为了我们这个 录音跟直播的朋友们 谢谢 来请 还是你要用我的 我是有问题 只是我觉得用讲比较清楚 然后我 通常什么 我是觉得说用讲比较清楚 所以我用讲 当然啊 请说 然后我就是 就是第一个问题的 其实我就是足以光 然后就是因为最近在实验室的时候 就是教授给我一个专案 是要去气象局 然后找open data 然后就是它是 我原本的领域是偏生物 然后 可能要拿近一点 可能要离 就是它要我接触资讯领域 然后要我去收集气象局的资料 然后 其实这个领域我不知道要怎么自学 因为生物领域的话是 就是这个东西不懂 就是之后 是不会到影响后续的 但资讯这个领域 就是我还不熟悉 而且它有些地方是需要基础的 所以它我比较不能用就是比较非线线的方式去学它 我想要问的就是这件事 OK 就简单来讲就是说 在资讯领域的自学 如果你看到一个词 而这个词你不确定它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 那除了就是查那个领域的字典 但是说不定它用来定义的字 比那个字还要更难了解 的这样子 对 事实上常常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到底要有什么方式来把那个 就是词汇的意义把它比较 比较固定起来在自己的脑里 是这个意思嘛 对 确实因为尤其是在资讯领域 有很多的词它是翻译的 然后有一个外文词 通常英文 一个英文词 有时候在台湾这边 我们就有三个以上的中文翻译 那而且呢 有时候翻译还会翻译错 就是说把两个不同的英文字 翻成同一个中文字 好比像说 或者是 对啊 我们的那个competence 就是素养 跟competitiveness 竞争力 有一阵子都翻身竞争力 那这个就会 就是插之好理 这个没有一千里 那因为就是 它把内在的跟外在的 都翻成同一个中文字 然后我们就有一整代的人 都在人跟人之间彼此竞争 真的非常不幸的状况 但anyway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并不是资讯领域所独有 任何 它的专有名词 主要是英语的 大概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是就是要核心序名 要先讲清楚 那所以当然我自己最常用的一个 就是资源是term.naer 就是国家研究院的双语词汇 学术名词等等 那这个我觉得很棒 就是说你在这边打入这个competence 或者competency等等 然后他就会说 原来这个在管理学里面叫职能 在地球科学叫搬运力 然后在这个什么奠基工程啊 什么什么之类 那同样你也可以用中文去查 就是你如果看到一个专有名词 然后你在这边打入它的中文的话 它有时候就会告诉你说 原来这个在资讯工程领域里面 它的原文是什么 而且这个中文还是比较罕见的一个用法 那事实上它最常见的中文的翻译是什么等等 所以如果你纯粹只是对于 就是词汇的定义这件事情 就是觉得难以锁定的话 国教院的这个naer 就是terms.naer 是我自己最常用的一个资源 那当然这个是词汇本身的意义 如果你要讲的是社会意义 就是说同样的这个词 好比像说开放资料的开放授权 那开放授权 Open License Open Definition 你用这个大概就已经可以找得到 但是所谓开放授权 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里面 它到底发生什么意义呢 那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去了解的 那这个时候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多参加我们在线上的一些社群 好比像说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 有5000人可以联署的平台 join.gov.tw 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你又把这个o换成零 那就是一个零的转移 你就会进入join.g0v.tw 那就是临时政府的这个slack 那你在这边只要 就是输入你的email 然后证明你不是机器人 之后你就可以进入一个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 事实上现在8314个人在线上 那它们会分成各种各样不同的频道 好比像说专门做口罩地图啊防疫相关的 在covid-19的这个频道 然后呢去做台语文的在爱代艺的那个频道 专门去办每个每两个月一次的黑客松的 在揪松这个频道 或者是说国际的相关的交流在international intl这个频道 但是呢你一开始觉得眼花缭乱 我所谓反而有一个general的频道 就八千多人都在那个频道 那你只要在上面说 我现在开始去研究气象局open data的资料 我看到它的这个描述 但是我不太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那这八千多人里面总有一个人 他现在反正没事就是很闲 然后呢就会开始跟你有一个一对一的对话 有一个一对一的教学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叫reply optional 就是谁都没有回应的义务 但是因为这个base number 这个八千人真的太大了 所以总是有人就是比较有空 那有人比较有空的时候呢 他就会来回答你 回答你之后你会了 你就挂在上面 就有点像是bit torrent下载完之后 你还要开一阵子 因为你要上传给别的要下载的人用一样 那所以你如果也挂在上面的话 之后有人再问的问题 你就可以回答得出来了 所以就是蛮推荐加入这个G0B的这个频道 尤其是open data相关的问题 这样 谢谢 那有四位朋友们说第一次参与座谈果然名不虚传 还能互动心太强了 谢谢您给我心心的体验啊 好非常感谢这四位朋友的肯定 不过呢我看接下来的问题 好像都已经比较属于心情分享类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再请举手的朋友们再问一些问题 我自己目前也是个自学生 然后我做的东西是比较偏物理 天文物理的探究 但我自己本身知道说我的知识还不到那个范围 所以我自己选择是往科学史的方面去做探究 所以我刚开始做的题目其实就是客服乐 但是我把它写成类似像科展的格式去参加比赛 但是因为天文在物理上面很像只有一个名额 所以我就很自然的被干掉 但我自己也知道我大概写得不好 所以我之后有把它写成一些科普的文章 然后去投一些像泛科学或者是科学教育乐坎 其实本身上次都有上 但我最近面临在面临要升那个大学 所以我选择是特殊选材 但经过这个体制外再回去体制内 所以我有时候怀疑说如果我科展没有得名 而是交出的资料是说我去投了某一些地方的稿子的话 这样是不是会比别人还有竞争力 或者是很容易被别人干掉之类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完全看那个大学考招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多远考招的目的就是我回答不出你这个问题 因为这有点像是一个策展人一样 就是每一个学校他现在在curate这些学习历程的时候 他脑里一定有一个说 那我们接下来这所学校要发展怎么样子的特色 那有点像组队打怪 就是他不会都是同样一个背景的 那所以如果他现在要组队打怪的这个 不管你要apply的是哪一个部分的特殊选材 他觉得说这个science communicator 这个是他所看中的一个能力 那绝对比你科展得名要来的有用 反过来讲如果他队伍里面已经不太需要这种角色的话 那他就比较不会看中这样子的能力 了解 谢谢 对 但我觉得无论如何就是参与社群这件事情 它本身就是有价值 范科社群就像GDV社群一样 它本来就是一群人就是一直在磨练 怎么样让就是科学能够让更多人能够理解 能够爱好啊等等的这些朋友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即使你说所谓的被干掉 但是那也是就是某一所大学的某一个就是选材标准而已嘛 那但是你用同样的这样子一个资历 事实上你之后还可以去做很多的project 也不一定要受到一所大学的对你的这样子一个打分数 我之前有去一个高中演讲 然后他说这个他看到很多 尤其是那个语文或者人文社会相关的选择题 他觉得每一个选项都错 那但是他觉得那个选项 有某一个选项就是命题的老师要他回答的 他就面临一个道德两难 就是说他到底是要答他觉得对的那个答案 然后得到分数 还是他要在旁边写说以上皆非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深论题 把选择题马上变填空题 或深论题 然后呢这个就自愿放弃那个分数 那我就说 没有啊如果他已经想好了 就是他就是要采取一个 对这个结构有批判的这样子一个角度的话 那其实扣这两分或扣这三分 是对他的肯定啊并不是对他的否定啊 所以就是要有一种就是你跟这个体制是平起平坐这种看法 这样 谢谢 好这个有一个问题了 事实上有两个问题 另外好 一个是说大学教育的定位是什么 因为目前大学教育似乎跟职场脱节 企业界常常叹息说 找不到合适的员工 在大学都没有训练好 那但是呢大学生也会觉得说 我在大学做这个专题啊 做这些明明不错啊 可是呢我就是去职场之后 我在做的跟我在学校学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就是所谓的学用落差嘛 那所以就是好像大学毕业 毕业之后确实也找到工作没有错 那这个工作好像让我觉得大学四年白念了 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那所以这个问题到底要用什么方式解决 那我以下言论不代表教育部 那我觉得解决的方式是不要念大学 那这 不真的啊 我说真的我就没有念 高中都没有念 对 那因为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一个 典范转移的一个时期了 就是说以前大家觉得非念大学不可 甚至是说 他是技术高中的毕业生 明明在产学的那个实习啊 合作啊 甚至他自己都出师了 师父都很愿意带他 等等的这些 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朋友 因为我们在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仍然有399号 有一个就是进驻团队 就是叫Skills for You嘛 黄伟祥他们 都是一些技职国手啊 他们每一个其实都已经独当一面 是可以出师的 虽然才18岁 那但是就算是技职国手 他都面临他的一个压力 就是说当他跟教育部说好啊 我想要进入那个什么储蓄的那个方案嘛 就是说他18岁就不去念大学 然后就去工作 不管创业还是就业 那但是呢 国家帮他提一些钱出来 这样他就不用背负学贷 就是他工作个三两年三年四年之后 他回到大学的时候 就有一笔钱让他可以去追求 他想要在大学学到这个东西 那教育部这个有推很多计划 但这个计划是KPI 一直很难达标的一个 就是说有很多人就是什么万人按赞一人到场 没有那么悲惨 但是差不多这样子 就是说很多人会表示兴趣 也下载报名表也填好了 然后真的呢 最后要做媒合的时候呢 那个学生就是18岁高三刚毕业的学生说 对不起 但是我没有办法来这样子 然后所以那个KPI就要打个折扣 那我们就去问为什么嘛 那教育局去教育部或教育局去问为什么的时候呢 常常就知之无无 但是有些人会讲出真正的原因 就是家长反对 好 那我们就会进一步问说 家长为什么反对 那然后呢 当然华为回答就是说 家长觉得还是要念大学 那我们再进一步追问 为什么觉得要念大学 然后这个时候就已读不回了 其实家长也讲不出来为什么要念大学 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念大学 对 但所以就是这个 讲不出理由的 技术高中还是应该念个科技大学 综合或普通高中 还是应该去念一个学术大学 的这个好像已经是变成 好像就是 就是我们就说什么 第一因就是说你不需要去解释它的原因 它就是像公理一样放在这个整个世代的人的脑袋里面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救救我们的上一代呢 其实是不容易的啦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 我们今年啦 就想说我们采取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把成年变成十八岁 那成年一旦变成十八岁 家长就随便了 他们怎么讲都可以 不是很重要 因为我成年啦 那所以我不需要得到家长的保佑 我就可以进入一个民法契约里面 我进入民法契约 我就可以去上班 去创业 去当志工 随便啊 家长不再能够去逼一个十八岁的小孩 去念大学了嘛 以前这个十八岁是没有成年的 他唯一十八岁就要成年的方式 是跑去结婚 然后这个干困难 那所以事实上就是 大概不会做得到 那但是这个比较seriously 就是比较认真的来讲 在一个十八岁 而且他事实上 因为我们现在是年国交科纲的关系 他在国二就 对不起 高二就已经开始做生涯规划 也开始选修了 他在高三就已经开始走入社会 走入社区了 事实上都已经做出一些贡献了 他说不定都创业了 那这个时候你硬要他去选一个科系 然后待四年 对他的这个 就是学习的历程 真的有帮助吗 我其实是非常怀疑的 我觉得是没有帮助的 我觉得大学是 提供这个学术的资源也好 或者科技大学 它是提供实作的资源也好 这些都是 当你实际在业界 有了一两年的这个历练之后 你就会突然发现说 我需要管理的学问 我需要国贸的学问 我需要什么其他的学问 我需要去研究我这个东西后面的科学 因为你在业界 大概都是科学的应用 就是技术的部分 等等这些东西 那这个时候这些朋友 他虽然20岁了 23岁了 25岁了 但他学习动机 绝对比一个一般18岁的人强 那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 就是浮体抽薪的方法 就是18岁就投入业界 18岁投入业界之后 那需要大学 大学随时在这边等你 大学是不会消失的 而且我之前去跟很多大学的考招那边的朋友 他就说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本来就已经少子女化 已经在面临整病压力 这样子整病压力是不是更大 我们是不是就收一收了 我就不会 你本来那个线性的 虽然你18岁他就会进来 但他只会进来一次 那这是我们现在新的这样子一种 终身的世信阳采 他每次需要的时候又会回来 所以就是说摊体来讲 在一个人的一生里面 你就可以跟大学建立三四次的 这样子的学成的关系 所以摊体来讲 大学的学生数 招生数 平均以人次 而不是人数计算的话 那可以变成两倍或三倍 这个对他们继续经营下去 能够永续 好像是比较有帮助才对 那我不知道我是 因为脑波太强 还是这个言论真的有道理 但是对方就好像 就是真的相信了这件事情 OK 但我们不知道 因为成年年龄还没有真的下 修到18岁 但是这个发生的是很快的事情 我们就很希望说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 学用落差 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加以弥补 那有另外一位朋友们问说 常常听说一句话 说学历不等于能力 但大家却往往以学历 作为衡量的标准 或者是争裁的标准 请我的看法如何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学历它当然是一个捷径 就是说我如果是HR 我是人资部门 那我看到一些关键字 那我可以稍微省去一点点 了解你的一个时间 但像刚刚讲的说 我有在这个范科学上面投稿 而且登载 而且是这个触及到这个15万人 这个你刚刚这样子简单讲一个 那就比学历可能更有用 就是从人资的角度来看 它同样是可能10个字15个字 就可以了解你 但是因为你的这个经历很少人有 所以就表示说它的资讯量比较高 那你的这个学历 就是跟你同时毕业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它承载资讯量比较少 那所以对于人资来讲 就是说你的每一个字 让你更unique 让你更能够快速地 让它知道就是你独特之处何在 那就越有价值 那如果你的每一个字在讲的 其实它在之前的履历都已经看过 不知道多少次了 那就越没有价值 那所以对我来讲 学历当然是一种 就是可以用的一个 就是简写的标签 但是呢 在这个年头 说不定证照还更有用 那你的作品级 说不定还比证照有用 你的作品级里面 如果有社会参与 尤其如果那个人资 曾经看过你的作品 那这个是最有用 对 那所以就是说这个还是 学历是你这些都没有的时候 它还是有一点用的东西 我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用 完全不能当衡量标准 我只是说有更有效 而且更有用的一些衡量的一个标准 有五位朋友们问说 我觉得未来的大学是怎么样 我觉得说我们按照现在的学位授予法 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一些 对社区有帮助的一些活动等等 这个也已经算是一个学位 或者说你做出一个创作 去测一个展览 什么之类 花个两年也可以算一个硕士学位 我刚刚讲的这个博物馆 也可以开始授予就是实验大学的学位啊 什么之类 那所以未来大学两个字 或者大学学位这个字 大概就不会是说 你是四年或者六年 完全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它会变成像是游戏的那个成就解锁一样 就是说我花半年解锁了一个学程 再花半年解锁了一个学程 接下来我去做一些创造 创造之后呢 我又回来 然后我又过去 然后我又回来 这样子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这个科技术啊 就像文明帝国的科技术一样 其实是非常宽的 就是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解锁 那这样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每个人毕业的时候 他的那一张成就解锁单 长得都不一样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世心阳才 而不是说每个都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长得非常不一样 现在有个词叫做斜杠嘛 但是我觉得很快 尤其是18岁成年如果通过之后 大概五年十年之内 那我们可能就会反过来 就是所有人都是斜杠 那些这个愿意花六年 研究同一件事情的人 我们钦佩他 把它叫做单杠 但是单杠呢是少数人 大部分的人都是斜杠 大概会变成这样子的情况 那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看到我非常地成功 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要解决最基本的问题 也就是生存 请问唐凤士做了什么事情 才能够发大财 谢谢啊 我想生存跟发大财 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但是呢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我为什么可以发大财 那是因为各位纳税 来付我的薪水 这个是非常容易解释的一件事情 也不是什么大财 就是一个月我现在月薪 大概十七万 就是在我入阁之前当顾问 就是不太需要做什么 一个礼拜工作十个小时 是这个的大概三点五倍 所以对我来讲是 就是有点复仇用的那个感觉 但是呢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就可以full time 在想对公共利益 有帮助的事情 不用说就是我只能用 空闲的时间来想公益 大部分的时间要想帮股东赚钱 就是帮资本主义服务 所以我是很珍惜 就是大家付我的薪水 这是真的非常棒 就是核心续名 那但是就是说 为什么我在入阁之前 可以还真的是 有一点巴拉财的感觉呢 那就是因为说 我一直在去拒绝掉那些 我觉得我在做 就是跟我的志趣不相关的事情 就是每一次 大家想要 好比想说 我是投入 大家知道开放原始码 自由软体 就是我写的任何软体 我都是允许大家去做二创 去做三创 去做改作 那我之前在接案子的时候呢 我就会有一个差别定价 就是说 好比说我的时薪 可能是每个小时四千块 假设 那这个是假设是说 我帮你写好这个程式之后 你只有那个首发权 就你可以第一个用 但是之后别人想用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给他用 你也不能够说不行 那但是呢 有的时候呢 有些人会觉得 好像他想要买断嘛 就是说 好像只有他能够用 然后呢 我就不能够再去用了 那我就说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不是一小时四千块了 我是一小时 什么呢 一万两千块 就是会变成三倍的这个价钱 这跟三倍券是没有关系的 对 但是这个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 因为第一个 你说不定拿了这个买断之后 你会去主张著作权 你说不定还会去申请专利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要花两倍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先花一倍的时间去想 这个问题除了我刚刚用的解决方案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解决方案 我得自己绕过自己 刚刚才想出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 我还得花时间把它写出来 那所以等于我要花三倍的时间 一倍是写一个版本给你 一倍想一个新的方法 再一倍把它写出来 那所以你当然应该付我三个小时的钱 这个是这个非常公道 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部分我的科夫就说 好了那你可以就是公开出来 没有关系 那但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整天都会捡到一些感谢信 就是说我帮某一个企业 他解决了像什么减繁转换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一公布出来之后 BBC就写信来说 他们的这个减繁体的中文网 用了我的软体上线了 非常棒感谢我 所以我有一阵子每天醒来 都在收这些感谢信 觉得说自己有非常高的社会影响力 觉得非常的高兴 那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就我慢慢累积一个作品集嘛 一两百个作品 那全世界可能一二十万个人使用 事实上如果只算蒙点一个的话 可能已经一两百万的人在使用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说 我的兴趣是什么 我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接下来有工作机会的时候 我就可以是一个 在很好的一个谈判位置 就是我可以说 一家非常大的公司 好比说苹果 但是还是要用我的条件 来工作 我也不会搬去Cupertino 不会去加入他们那个太空船 我还是要远端的工作 那我还是保持一个顾问的 这个自由的一个职位 而且我的工作 如果我觉得开放原始码社群 要使用的话 我还是要公开 所以我变成好像一个苹果 这个大企业 跟开放原始码社群 中间的一个桥梁 大家可能发现 跟我现在做政务委员完全一样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范围里面 对我来讲 我就可以不断地去让 我的这些同事们 以及我在社群里的这些朋友们 知道我是怎么做事的 所以大部分事情就不用我做了 大部分的事情 就是他们学会之后 自己就去做 他们真的有什么疑难杂症的时候 才来找我解决 那所以我这样子的工作时间 就越来越短 从每个礼拜工作 六天到五天到四天 到三天到两天 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可以投入公益的这个活动 所以我想我如果一开始就趋就当时一个不是很好的这个劳动条件 如果我就被卖断了 而且甚至还签了什么NDA 还不能跟外面的人讲我的工作内容的话 那我每一个过程都是在跟人打工啊 大家也没有办法学习到就是我做事的方法 我更不可能去组织 好比像说像G0V里面的蒙点专案 这样子等等的这些专案 所以就是说当你在工作的时候要注意到你的工作 如果创造出良好的社会外部性的话 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会知道说 你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嘛 然后底下就会有留言说什么感谢大大贡献 一生平安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个是让人觉得非常是有激励的这个作用 那这个在香港有个讲法叫做利品发财 就是说他们说这个有人赚了大钱的时候再去做善事 叫做发财利品嘛 就是说你先很有钱然后开始造巧扑路什么东西的 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在推行社会企业的时候 我们是把它倒过来叫做利品发财 就是说你要先证明给你整个社会说 你是一个人品不错 你如果是就是创业然后失败了 你创业失败的这个过程 你会分享出来让其他人不要重蹈你的覆辙 你如果创业侥兴趣的一些成功 你这个成功所中间累积的这些资产 你成功的这个心法 你不会另于去跟别人分享 这样子你失败了 你的整个创业的这个生态圈都会支持你再开始一次 你成功的时候大家也愿意来加入你的团队 然后来跟你就是分担你的工作 然后你也给他们这些舞台 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路才能够越走越宽 所以我一直是觉得说利品发财才是真的啦 要先利好自己的这个人品才能够发达财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是不是最后一个问题 刚刚有两个问题三个问题 好那我们是不是就同问同答还是怎么样 是麦克风在哪里啊到底 在这边好那我们是不是这个这个这个三个问题 对好来 喂 你好 好 您刚刚讲的很有道理 那个我们公司 就是我们是想到科技始于人性 那么最近这个这个武汉肺炎 然后呢我们科技可以做什么事 我们公司做了一个这个 好像在科技上面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什么人针对这件事做 除了你们 除了口罩地图以外 那么我们做了一个这个社交距离APP 然后也是免费的想要先利品再发财 可是 你们是用那个苹果跟Android那个 notification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是他们在做 就是那两大厂 他们才有资格做的 那当然我们做了一个小的 就是想要救人一命 深造七级斧头不管怎么样 也是不用钱给人家download 可是呢好像不知道去哪里推广 当然你可以去就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啊 就是现在全世界哪里最惨你就去哪里 我加了巴西的Facebook 我加了俄罗斯的Facebook 我偶尔po一po 因为这些社团他们现在好像不是那么欢迎这种 我不知道怎么说啊 就是他们会不让我po这些管理员 那么你是觉得到哪里去 就是做这种推广 比较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其实就是说我们contact tracing app 这可能没有办法统论统达 因为这是一个很事实性的问题 contact tracing app它有两个前提嘛 一个是说你是一个大的社区传播状态 这个大家才会有动力去装嘛 那第二个是说要四分之三的人装 大概才会真的能够把R值降下来 这个道理跟口罩是一样的 那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大部分我们看到像在澳洲或比较成功的这些地方 第一个都是说它社区的这个community spread不但出人意料 而且大家是觉得很恐慌好像无法控制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它的那个城市码等等 它完全是公开的 而且它的cryptographer就是那些做加密演算法的朋友 它是有看过不但看过而且它愿意挂保证 它不但政府愿意挂保证 它民间的这些学家等等朋友都愿意挂保证 因为对所有人来讲就是如果是在疫情前就已经采取的措施 大家很愿意继续采取 当然戴口罩是一个 但是我们也有好比像说用类似像那个地震洪水 什么那个国家级边缘人以外都会收到的那种简讯 等等的那种方式去做居家检疫 或者是说我们的那个红外线测体温 所有这些其实疫情前就有 疫情前就有的包含健保卡 大家都很愿意做 疫情前没有的像人工智慧实验室 其实也写了contact tracing app 疫情前没有的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不是很信任 是必须要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去了解 所以我具体建议两个 一个是说就是挑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 尽可能跟他们里面就是大家最信任的 像John Hopkins等等的这些机构去合作 那说不定甚至是不是完全用你们的技术 而是你去帮他们去把他们技术去做完成 或去做一些就是别的使用者界面的修改等等 但是你必须要挂在一个公信力 比他们当地的卫生部长还高的那个技术上面 事实上是这样子 那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跟就是Apple跟Android的这个 Notification API不一样的话 那你至少要找到跟他验证他们的那些就是做密码学的朋友们 一样强度的密码学的朋友来验证说 你的这个的Privacy Property是什么 那不然的话对大部分的使用者来讲 我为什么要透露我的行踪给你 除非是说你完全是在就是飞航模式就可以运作 那那样子的话其实也有嘛 有个叫Logboard就是My Data Taiwan有在做 那或者说在社区层级有一个叫Bitmark它做autonomy 所以如果你找台美防疫松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至少两三个队伍 就是台湾跟美国一起办的一个防疫的一个黑客松 我们至少有三个队伍大概都是在做这个题目 那他们现在就是在全世界去找可能可以一起去切进去的市场 但是台湾因为一直没有community spread 而且大家都四分之三戴上了口罩了 所以目前在台湾确实很难来推动这个 因为并没有这个动机去使用 这样 那很谢谢你的贡献 好 那刚才这边还有两个问题 请工作人员 是 郑伟 我想问 那个自学对那个所有大学 做博士生的一些在学术上面的那个面临上一些问题 那我们博士生如果毕业为 就是博士人员毕业之后为教授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对学生在学习上上面的引导 他在做学术研究还有计量分析及制药上运用 能够得以他们能够学较更为全面 你的意思是说去鼓励他有自学的能力 对 鼓励他有自学的动机是不是 是的 OK 其实就有跟我爸妈教我一样 就是说不要命令他们去做什么 不要要求他们某件事情只有一个解法 而是说你试着引导他们去看到说某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它有不止一种解决方案 我记得当时我的有一个数学教授在教我数学 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 当时是朱建正老师 他在教我数学的时候呢 我当时应该是九岁还是十岁之类的吧 那他就说那这个听说你最近在就是看几何 那你可不可以证明出避试定理给我看 好那我就证明避试定理没有很困难 那他说好现在忘掉这个证明方法再证明一次 这个就很困难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 然后呢那这个也忘掉再证一次 那这个就非常非常困难 我好像到第四次就已经想不出现在证明方法了 对那但是后来就发现说这是他的一个套路 就是他常常问学生这种问题 对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执着于我们常用的工具 我们常用的那个计量工具 常用那个计量方法 学生copy我们是很快的 那但是事实上他的思路很难 就是比我们的思路要来的宽 那但是呢你要教他是当然是一定的 但是那比较像是抛砖引寓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challenge他说 好那老师现在教了你 这一套解决方案 你有没有可能在完全不用这个解决方案的情况下 给你一个礼拜给你两个礼拜 你想不想得出别的解决方案来 别的思路来 那这个思路当然对你来讲也一定是新的嘛 那这个时候你跟他就变成是一个共同学习者 你就不是好像你走过了桥比他走过了路多 而是说他想的这个思路 你跟他一起来看 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对的思路 那当然你们处理的问题一定比毕师定理要来的复杂 所以并不是说瞬间就可以变出来 但是这种就是做法不止一种解法不止一种 对我来讲其实就是challenge他 去把自己的看事情的角度 做出来的一个方法这样子 希望有回答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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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d lunch with you like last year at the Hague but anyway that's not the point I was wondering so for me there's like this big talk of machine and AI in the future but I was wondering for me I think that machines and humans what make them so different is that humans have compassion and when I look back like for me I would say I learned how to be compassionate by going to school like learning how to interact with others and having that sense of community and basically trying to accept everyone as they're different but I would say as a person that was homeschooled as you don't have the access to the social aspect as a school can provide how did you overcome this and what did you work on yeah that's true as a homeschooler it's easier for us to develop our passion because nobody would tell us not to right nobody would tell us it's time to stop no it would just stop whenever we feel like and so but the social aspect is indeed important so I would advise homeschoolers to focus not only on your passion but also on your compassion compassion is the capability of literally take all the sides when you're working on a solution as was the last question we talked about solution different aspects of certain solution and someone it's very easy to fall into the solutionism which is kind of we work on our favorite topic regardless of what kind of social impact it has or regardless of what is social environment so context in which that it happens and so it could create a kind of bubble a kind of filter bubble that we think that all the resources related to the topic that we're working on is releva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kind of irrelevant it's good if you're doing science it's basically the breakthrough we were calling a cutting edge it's because you're at the edge right and then you just focus on that particular aspect but it's also important to just allocate several days a week maybe a couple days a week or a few hours a day and just to maybe slowly take a walk to to stroll around popular here there is a great place and like very old traditional people interaction and so on and just just enjoy the co-presence with people and there's always like in Taiwan we say chen shi shi we don't say program as a software engineering we say it's program design and so like in any design project there's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part that is closer to the subject matter that you're working on but there's also a discovery and define the first diamond in a double diamond ideal diagram that is closer to the people so you can always ask a simple question to your fellow citizens to random people on the street if they seem friendly that I'm working on this project and and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project and and then this is a great way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to get this compassionate view whatever the society thinks of the kind of work that you're doing and even if you're doing highly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work it's always possible like the pen science community to find like 100 words or less a tweet length this description like in reddit you can see a lot of ELI 5 right explain like I'm 5 way to explain whatever your research topic or your study topic to random people on the street maybe that's a little bit challenging maybe you can start with your extended family or something and then instead of you know just telling them what you're working on you can just start with a brief description and say what do you feel about it right because they're not subject matter experts you couldn't say what's your contribution about it that that would be asking too much but you can say what do you feel about it and then everybody's feelings there's no right or wrong about feelings and then you start to learn about the kind of societal expectation the societal impact this is little connections that your research could have with the community maybe you can give them five minutes of undivided attention and just take scribble some notes of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what they're free association about your subject matter is before explaining anything this is called doing an ethnographic well just hanging out hanging out with method and if you keep practicing this the discovery and define part of the first diamond in the design thinking will be part of your forte in the sense that when you actually deliver something that is a breakthrough in your area study you will be able then to make an account to the society of how to make sure that a contribution that you're making contributes to the social norm you can gently push the social norm toward a better without having people feel that you're disrupting the social norm and rejecting the kind of research that you do so it's always a good way to just el-i-five a little bit of whatever you're working on and then give people undivided attention for like five minutes to try to gauge what's the social reaction to your kind of study that would be my advice thank you right so that's it right so how not不好意思稍微 有一點點超過時間那所以我們今天就到這邊謝謝大家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唐鳳正偉是90分鐘滿滿的問好問滿 而且也打好打脈 感謝大家90分鐘的時間在這裡一起陪伴 那我相信我們都一起經歷了很多的思考 希望有替大家消除一些迷惘 但如果你仍然感到迷惘的話沒有關係 因為根據唐鳳的說法 說迷惘是人生的意義是嗎 對 你要跟迷惘相處一長段時間 才能夠從迷惘學到一些東西 所以很希望大家也能夠跟迷惘一起相處 繁榮昌盛 生生不息 謝謝 謝謝 那就希望大家的人生都可以非常有意義 那在讓大家可以個別找唐鳳合照之前呢 我們先來進行一個大合照 我們趕快完成大合照 大家就可以跟唐鳳個人合照 那我們是不是面對前面